大家晚安 今天各地的水汽明显的减少 干冷空气的影响之下 各地终于有阳光露脸了 从微信图上面也可以看到 今天除了在花莲跟台东 云量还是比较多一点之外 在整个东北角区域 西半部地区都是一个有阳光露脸 非常舒服的好天气 只是太阳晒的时候很温暖 但是持续受到东北风的影响之下 还是有一些凉空气难下的 所以一旦太阳下山之后 受到辐射冷却 以及北方的冷空气难下的影响之下 感觉还是比较偏凉偏冷的 而预计这样子凉凉冷冷的感觉 还会一直持续到明天的清晨 要等到礼拜二 风场转成偏东风之后 气温才会真正的回升 那么接下来到礼拜三之前 都是好天气 紧接着礼拜四 又会有一波新的缝面云系通过 各地又会再度的 转成有雨的天气状况了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温度的变化 预计在明天的清晨 受到辐射冷却的影响之下 北部地区的低温 还是会降到大概只有12、3度左右 而高温会比今天再更温暖 个1到2度左右 而接下来礼拜二开始 气温就会明显的回暖了 每天气温都会回升一些些 中南部地区也是 明天清晨感觉还是比较凉 比较冷一点点的 同样的礼拜二之后 就会明显的回暖了 好再来看一下降雨的变化 刚刚提过了礼拜三之前 各地都是好天气 除了在东半部地区 仍然是在靠近山区的地方 有一些零星的短阵争雨之外 其他地方都是多云到晴朗 相当温暖 稳定又舒服的好天气 特别是在礼拜三 只是在礼拜四 新的一波缝面通过之后 各地又会再度的 转成有雨的天气 特别是在中部以北地区 雨是会比较明显一些 所以提醒大家 礼拜三之前 大家可以放心的 从事户外的行程 或者是晒洗衣物 但是礼拜四之后 就要记得带上雨具再出门了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以及明天白天 各地几乎都是有太阳的符号 都是好天气 只是预言温差很大 提醒大家 清晨跟晚上外出 还是要记得搭配一件 保暖的外套了 最后给大家一点叮咛跟建议 稳定的好天气 会持续到礼拜三 只是预言温差会比较大一点点 早晚仍然是比较偏凉的 那么很快的在礼拜四 又有一波新的封面 跟华南水期会通过台湾来 各地会再度的 转成有雨的天气 所以大家务必要好好把握 礼拜一到礼拜三的好天气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